我总裁灵魂归位后 我离婚吧 家里人给我安排了相机 这一百零八个 果然总裁灵魂不畅就是你 前夫哥梦子 纸燕你都是有一百零八 房的小姑婆了 他干嘛还需工作 他是不是想到周一燃 资本家冷血无济 用完就喘 我要离开他 打拼出属于自己的一切事 我要退卡 穷鬼没钱 还敢来我们这种高端会所消费 赶紧走 别人向我们做生意 打扰一下民事 我能冒昧的问您一句 为什么要退卡 说好充一千 能够铁三次 他让我充十万才能做项目 你们这是欺骗消费者吗 这是你自己办的卡 可没人逼你啊 再说别人都十万起充 你充一千就想退卡 不好意思啊 门都没有 可以的女士 我们公司有规定 在会员卡有效期内 可以换卡 退卡 以及要求退还顺利款项 今天确实是我们不对 这样 我为您做EV衣服 如果您还是不满意的话 我们帮你 对呀 像他这种低端顾客 本身就没有质量 电厂考核要五百万亿 你该不会以为 这三官俩怎么能帮上你 首先 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是我们应尽的作用 其次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服务 是我们的本货 这样子 跟我对着干 给我等着 菊花茶 这就是你们的专业服务吗 连去湿排毒 应该喝一米茶都不知道 姐 您刚刚用的精油是排毒的 一米茶也能去湿排毒 可一味的排毒 反而容易上火 这菊花茶清淡 大片精油 仿能一步到尾 小姑娘 懂得蛮多的嘛 看你的皮肤白白嫩嫩的 没少去美容院吧 阿姨 像我们这种风吹日晒的打工人 哪有时间出去享受啊 多亏了我的美白套装 要不然 还不知道我的脸会有多黄多操呢 你是不知道 天天让她活喝多难 哈 你有男朋友了 啊 没有没有 都是过去的事了 那就好 小姑娘 就算你在 店长的位置也只会是我 李秘书 帮我在这家店充值五百万 近在苏妍的名下 诶 董事长 这不是燃总的店吗 就是说呀 这个小子 要不是我这个当妈的跑过来帮她看看 她媳妇在自家店里 都被别人欺负死了 开车 金总集团决定 凡次店长将由 珊珊大人 掌声 你怎么办 人家只有苏妍打到了 还超额了 就算苏妍做到一千万也不行 人家珊珊派上经理了 谢谢经理 苏妍 把东西收拾好 明天不用来了 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 你被开除了 什么什么 如果要开除我 刑犯正式的文件 理解之务 现在我说了算 能力再强又怎么样 要怪就怪你没个好靠山了 谁说他没有 我就是他的靠山 然总 然总 我知道您提提员工 但苏妍算什么东西啊 他不值得你维护 苏妍 苏妍是我的乎妍 你又算什么东西 苏妍 你们一个烂女子之权 而且不值得 令人会尚未不择手的 封止情绪 行业封烧 山总 收下留钱 我错了 恭喜你 新店长 这家店也是你的 准条街都是我的 但店长是你努力的来的 你刚刚说 我是你夫人 我们都已经离婚了 你一百套房都已经送给我了 那是聘礼啊 年年 离婚 是为了我们新的开始 那相亲对象 嗯 我妈已经见了 对他很美啊 儿媳妇 哈喽 哈哈哈哈 他是你妈 那 欧雷美买套族 当然是我送的 从早到晚一直陪伴你的 只能是我的